天天 岳哥哥 你领带来了 吕 安心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的话 这顶绿帽子可就汗死在我头上 对吧 心爱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呀 可没什么 安心 你不要再错怪岳哥哥了 没跟你说话 你要怪就怪我 你别说了 艾丽 送顾小姐下楼 顾小姐 请 等等 你的爸 选我 你喜欢 喜欢我送给你啊 手机可以送 男朋友不能送 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当然 你拿回去用吧 我自己手机用得特别顺手 以后我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东西 明白吗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这真的是个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吗 她刚才要走 然后摔了一脚 就有刚刚那个画面了 那这个顾小姐可真是会摔啊 你知道的 我 不要把我的手放在那个唇印上 烫手 你干什么呀 我把衣服换了 免得你看得心烦啊 你是铁憨憨吗 你在办公室脱衣服 别人看到以为 那我一会儿再换 这样挺傲的 最近很辛苦吧 对不起 都没有办法帮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安心吧 林先生 哥 你怎么还能回去啊 这不是发生这件事 我不太放心吧 下来接你一下 你放心吧 我跟这边的办完都说过了 这两天他们会再加强巡逃 你放心吧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能不是什么大事呢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做了个噩梦 明明自己怕得要死 然后还要紧牙关不出声 就怕打扰到别人 还有印象没有 哎呀哥 你就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 而且我也不是才八岁了 我能保护好自己的 你跟悠悠约会了 你忘了 你忘了 你还不赶紧去圈啊 你让我杀我的 快 快快快 那你快点上去吧 嗯 对不起 我知道了 安心 你没事 你找人说来做什么都对 我跟你说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爸总说顾馨儿和女卫的总裁 即将订婚 真的吗 林月这个 对不起 林月 我今天不能陪你看电影 我一定要去找林月 问你清楚 附近 我跟你一起去 臭臣 林月 你不要打扮 给我出来 你们俩我先出去吧 好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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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月 你跟馨儿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五中生有 是五中生有 还是欲改弥障你自己很清楚吧 没有不透风的枪 而真的什么都没有 新闻是哪儿来的 哪里来的新闻 其实也不是新闻 八卦 现在是你们最需要我们顾家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先利用安心 然后又利用我们家心安 顾馨儿 我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不放呢 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 你林总 杀法果爵 做事不择手段的这个行业里 怕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吧 你说得没错 我是杀法果爵 但没有不择手段 要说不择手段 还得是你家顾老爷子吧 我不需要靠别人 也不用你费心 安生 要听他这么说 我们是不是误会他的呀 你给我听啊 你跟馨儿的关系 在外人眼里 永远是不清不楚的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 但你想想安心 对安心来说这就是伤害 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他 我会的 出现了 对安心的 你为什么会替我来保护我的女朋友 你再让他受伤一次 我会把他抢回来的 那你就试试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们俩就是在那里 他干什么呀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说清楚就算了 安生 都解释清楚了我走了 安生 安生 你之前说你有喜欢的人 你表白了吗 还没啊 或许你喜欢的那个人 我也认识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喜欢的人是安兴吗 我 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 反正我喜欢的人是你 悠悠 对不起啊 我一直以为 这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我收拆以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说 那 你 你上车吧 我 我送你回去 你不了 我自己能回去 一个人回去 不太安全吧 我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别了 你对我一个单身的小姑娘这么好 我会误会的 你快回去吧 安心看了报道还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回去陪陪她 那 那我先回去了 你到家之后给我个消息 嗯 你到我 我 我 我都挂了你干吗 自由打自由打 自由打 什么 什么 手机没电了从窗 你手机没电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难受呢 什么 什么金灵灰 我挂倒人呢 我中联网呢 我中联网呢 你这装备还挺齐全的 那是我可专业的 谢谢啊 拜拜 大家都等酒了吧 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亚洲音乐小王子麦克登场 麦克登场 麦克登场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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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包唱的 跟麦克 noticed ico 的 然后家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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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不得人的身份 请你出去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 凭什么 凭我是这家的主人 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 主人 谁是这儿的主人 还两说呢吧 我记得这个房子是月哥哥租给你的吧 不过也对 你就是这么爱翻课为主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 不过我有按法律每个月交房租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我有权利让你出去 这么遥租给你出去 这么遥租守法的人 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而被学校除名呢 跟你没关系 你这么牙间立嘴的 月哥哥知道吗 你的月哥哥 就是喜欢我这么牙间立嘴的 你的月哥哥 不像你 当着一面背着一面 就挺虚伪的 喜欢有什么用呢 你的感情对他来说有什么价值呢 他现在出了事 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 你的喜欢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累赘 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也都是因为你才白白断送掉的 你什么意思 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本来就是月哥哥的 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 就突然不是了 你没有想过原因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都这样的你还不知道 你以为他跟你 在世外桃源浓情秘义谈恋爱 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吗 就是因为他被你的所事 是绊住了脚 惹怒了林伯伯 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 马上我和林玉的传门 你都看到了吧 那是假的 我相信他 真的 假的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玉的人 这一点你心知肚明不是吗 没错 他现在心里只有你 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可是你知不知道 林玉把宁月建立成今天这个样子 她花了多少心血 宁月有多强大 林玉在林氏集团的地位就有多高 宁月一旦垮了 人人都会嘲笑她 她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 成为那个人人口中 只会靠着父亲的养子 你难道就忍心看着她 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 放弃这一切吗 就算我离开了 林玉她会选择你吗 她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 冲月的是你能离开 心儿 别说了 怎么了 哥 不想来插一套 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 回家 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 别闹了 过几天就回去了 哥 我才是你的亲妹们 安心爱吃的这家甜蜜店 我也爱吃 你知道吗 但是哥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给我带一份坏人 你的幸运 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和别人一样的东西 我不要了 安心 你还好吗 安心 我没事 哥 你回去吧 明明明就很伤心 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也要逞强了 离开她吧 我不忍心你一个人 承受这些伤害 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 离开我爱的人呢 我 我不想给你幸福吗 我就是担心你 没事的 哥 不用担心 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 我也不会相信的 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我也累了 晚安 晚安 就算你不需要我 我也会一直在 我等会儿吃 忙完我来找你 你乖乖的 等我 Sweat 我还留下来 我来找你 睡觉 你还没想到 像白痴 如果你不需要你 我可以关上你 客人 你不会拉我 我可以 不需要代驾 地点在苏和酒吧里面 在苏和酒吧里面 喂 不需要代驾 地点在苏和酒吧里面 在苏和酒的门口 欣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是啊 不是来晚了 不过我已经叫了代驾 是那个宽角代驾对吧 你怎么知道 我刚给他送了代驾费 欣儿 我可以上车吗 上来吧 你看上去 怎么有心事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 不愿意说算了 欣儿 你真的准备跟我阿哥联姻吗 你既然都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拉 所以是真的吗 确实是准备联姻啊 确实是准备联姻啊 对我 你连撒谎都不愿意 这事我得拒绝了 我本来相信这个名头 让爸爸暂时放过女尾 可是悦哥哥怎么都不愿意 总是被人拒绝 真是很丢脸 小沈 对不起 我只是为你这样的不值得 我没关系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别去想那些烦心事了 你还欠我一次约会 现在不给我吧 现在不给我吧 我一直都想 想着如果有一天 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看一场露天电影 我一直都想 不知道我用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成为实现你这个愿望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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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心儿 你随时回头 我躲在你身旁 你也要找到 这门口怎么就站一个人呢 你竟然怎么有先功夫在家待着 我没事 爸您最近看手机新闻了吗 我不看手机新闻 手机新闻看多了 对眼睛不好 您也少看 啊 不看好 不看好 爸 没事 看了 我了解了解实时起步 用不着 有什么谎直说 我把你拿走 老二公司出事了 就这事啊 您知道啊 您不是不上网吗 我不上网 我不能看报纸啊 那您就不管管他 不管什么呀 老二把公司管得好好的 你说我能管什么呀 您是不知道 老二现在被打得可惨了 到时候这资源愣生生 就给人给结了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 那 我好 咱们说老二呢嘛 你怎么又撑我头上了 这三句话呀 两句话没离开你弟弟 你是想看他热闹呢 还是真的关心他呀 那我肯定是过 我肯定 关心灵氏集团啊 不是 您想想 那虽然咱们现在的牛肋 自助长很大 但他毕竟是咱们那个身子 咱们利益是共同的 对呗 而且 他灵欲再怎么着 也是咱们灵家的人吧 是您的儿子 那打他不就是打您的脸吗 您说对不对 不是 您笑什么呀 我笑你呀 终于长大了 知道站在集团的角度 我去考虑问题了 那不都得往前看吗 在我的记忆里 你长那么大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 从你的嘴里 听到你那么关心你弟弟 我可没关系 我关心咱们灵氏集团呢 行 不管你关心的是谁 我会留于你二弟那边的 您说 林总 我们的声明发出之后 并没有受到 很积极的受众反馈 法国那边呢 大概也是听到了 一些风吹草动吧 暂时 也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顾元朝这次 真的舍得下血本 林总 顾元朝 他得知道我们的筹码 才能跟对方谈条件 但是 我们的合作方 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并且 那几个品牌也没有官宣 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您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有内鬼 有人要吃辣味饱仔饭吗 你来啦 给你聊了一份 谢谢 那我先走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 做好久 我先走了 只学到了我的两成功力 那你就别吃了呗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那我喂你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好吧 我喂你啊 扇担还点 笨蛋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淹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花呗 你要喝吗 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 待会儿 其实呢 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最近网上 会有很多 胡说八道的事情 是关于我跟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在乱谈 混迹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不练就 一双火眼睛睛啊 这些讨流量 讨狗血的爆炸小新闻 怎么可能骗得过我 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跟你在一起的 每一刻都不会委屈 反而是你啊 最近这么累 还不停地加班 所谓劳逸结合 干活不累 你想不想要撬个班 我们出去放松一下 去哪儿啊 去了就知道 走啊 我跟着我 还不停地加班 好 我们中间 到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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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